蓝白河正式破局之后 科办发言人陈志汉 昨天是在脸书发文 说这个国民党策划了蓝白河大戏 目的就是要把柯文哲拖住 另外国民党人士也接触了 柯文哲的潜在副手 一起带你来听 可能是有这个美国传来的消息 说美国要支持蓝白河 那这样子的消息 其实就是从国民党方面的人士传过来的 好像要把我们的这个潜在的副手放给媒体 然后最后又去干扰 让我们可能没有副手 好也可以听到陈志汉是表示说 虽然过程中 柯文哲有诚意促成整合 但有许多假消息 满天飞混淆科的团队 那柯文哲昨天坦言说 在登记前两三天 有人传话 指美方支持蓝白河罗森伯格 来打电话给他 那么他也提到说 这消息是从国民党方面传来的 不过民众党很有警觉 已经向AIT求证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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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情况下